二十年前 当时我在苏州 有一天 我姐姐跟我提到 她有了一个男朋友 名叫陈天海 说她人很不错 听到这个名字 我感觉很熟悉 我姐接着说 陈天海以前 和我是同一所高中的 我马上反应过来 立刻给我姐姐打电话 严肃地告诉她 不行 你不能和她交往 我之所以反对 是因为陈天海 就是个魂球 她比我大两届 高三的时候 把一个女生的肚子搞大了 闹得满城风雨 最后女生转了学 她也被开除了 听说他们家 把她送去外地 一个民办大学学电脑 许多年都没有她的消息 没想到 我姐竟然和她 谈起了恋爱 我几乎是在电话里喊了 我说 你马上和她分手 姐姐在那边沉默了一会 然后弱弱却也坚定地说 我是你姐 和谁恋爱 用不着你管 我生在黑龙江的一个 十八县小城 家里有三个孩子 我是老二 姐姐比我大两岁 妹妹比我小一岁 我爸这个人性子挺闷的 常年在外面工地打工 我妈没有文化 人又老实 只能干些清洁工的活 我姐高中没念完就上班了 我妹不爱学习 高中念的职高 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读了大学 可能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吧 我爸又长年不在家 五六年级的时候 好多事都是我做主了 家里添东西 妹妹择校 甚至姐姐找工作 都会听我的意见 1997年 我考上江苏的大学 大二和朋友合伙开补习班 除了自己的学费生活费 每个月还能给家里补贴个五六百 毕业后我留在了苏州 攒了一年的钱 帮姐姐开了一个牛奶棚 牛奶棚生意蛮好的 可我却后悔了 因为牛奶棚的旁边 有个修电脑的小店 老板就是陈天海 在电话里 我和我姐说了 陈天海高中的仇事 我姐说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爱的是现在的她 谁没点过去呢 我姐一往情深 我说再多也是徒劳 05年底 我姐和陈天海结了婚 那时 陈天海的父亲去世两年 他妈妈身体不好 糖尿病已经影响到了 腿脚和眼睛 隔一段时间 就要住医院调养 结婚的时候 邻居们尽是闲言碎语 说陈天海找老婆 就是找人伺候他妈 只有我姐傻 才往坑里跳 我暗暗气我姐糊涂 陈天海给美桌点烟时 我找个理由躲出去了 实在不想 叫这个流里流气的男人姐夫 心里也是万分难过和担忧的吧 真怕我姐这一步走错 所以那天晚上 我对陈天海说 你要敢对我姐不好 我削了你 陈天海被我一本正经的样子逗笑了 他说 行 我要付了你姐 你削我 2006年 是我风生水起的一年 我从公司退出来 和同事一起单干 三个月就实现了盈利 我们家也终于摘下了穷的帽子 我姐那年也生了孩子 08年 我帮家里换了房子 妹妹出嫁 我送了台车 年底的时候 我姐又要和我借三万块 理由说得吞吞吐吐 我问 是陈天海让你借的吧 我姐这才说实话 陈天海的妈妈糖尿病足 要做手术 还差点 我说 她咋混的 连三万都没有 我姐叹气说 她妈没医保 在医院里躺一秒都是钱 我好想说 你家陈天海图什么呢 人品不好 没本事挣钱 还有家庭拖累 不过我没说出口 可能是成熟了吧 有些说了也没用的话 不想讲了 09年春节 我们家第一次在新房子里过年 初二回门 姐姐妹妹都带家人回来了 妹妹怀孕刚五个月 我们一大家子围着桌子吃饭 我爸这个沉默寡言的人 举起酒杯 说了一句 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有这一天啊 说完就掉了眼泪 我心里又感慨 又自豪 觉得这就是身为儿子的责任 那时候陈天海对我 可以说是低声下气 我说她没能力 没上尽心 家庭负担这么大 不能这么混日子 她就点头说是是是 然后嘿嘿一笑 只有一次 我姐说我 该找个女朋友成家了 我有点不爱听 我说 不趁着年轻多赚钱 搞个家拖累自己干嘛 像你 早早嫁了 有什么出息 陈天海当即给了我 后脑勺一巴掌 说 怎么跟你姐说话呢 没大没小的 我脸上有点挂不住 刚想发怒 家人就把我们拉开了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大事 但那天家里人的态度 让我感到意外 虽然是劝嫁 但好像都在维护陈天海 反倒显得 我像是这个家的外人了 一年的时候 我交了女朋友 江苏的一个女孩 漂亮也可爱 我出钱 让爸妈来江苏旅行 顺便看看她 陈天海的母亲 也是那一年去世的 而我爸在那一年 查出了心脏病 我爸来江苏时 我就觉得还好 但十一 我回家时 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刻 应该是十月三号吧 晚上 我爸吃药的时候 噎住了 他猛地咳了几下 要出来 可人也倒在了地上 不省人事 我吓得喊 手机呢 快打120 陈天海连忙跑过去 解开我爸领口的扣子 是我爸的呼吸 然后 抬手就给我爸当胸三拳 我急了 拉住他说 你干嘛 心脏病不能随便动 陈天海揪住我领口 猛地一摔 大喝一声 滚开 我第一次知道 他有那么大劲 整个人都被他扔出去了 我也第一次 被他的气势震住了 傻呆呆地看着他 而陈天海 根本没空理我 他先摸我爸 脖梗上的脉搏 发现没有 开始按压胸腔 喊我姐配合人工呼吸 他就那么一直按 一直按 十几分钟过去了 额头上痘大汗珠 流到眼睛里 他也不停 直到我听见 救护车的警笛声了 我爸忽然吸了口气 发出恩的一声 那天 我爸被陈天海 按断了两根肋骨 但我爸让他生生 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医生说 猝死抢救 有黄金四分钟的说法 虽然陈天海手法不专业 但起了大作用 要不然 人多半就没了 晚上 我爸留院观察 我妈和姐姐在病房里陪护 我和陈天海在楼下抽烟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 今天谢谢你呀 他嘿嘿笑说 没啥 刚才摔着你眉 怕你耽误事 下手没轻重了 我尴尬地摇了摇头说 没事 你咋知道怎么抢救呢 这下可打开陈天海的话匣子了 他说 你在外面工作不明白 身边有老人 就得学这些 他一边比划 一边说 怎么做心肺复苏 怎么做人工呼吸 人要是噎住 怎么催吐了 要是骨折了 怎么上加板 我说 你会的可真多 陈天海猛抽了一口烟 缓缓吐出来说 可惜呀 我老娘半夜走的 我一样也没用上 没想到他这么浑的一个人 也有这么感性的一面 我安慰他说 你妈那病 活着也是煎熬 走了其实是解脱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你不懂 爸妈活着 你老嫌他烦 可有一天没了 你就觉得歌断了 这辈子再没人喊你回家吃饭了 陈天海的这番话 扎在了我心里 我回了苏州后 每每一个人的晚上 我就会想起来 我和父母交流不多 是性子使然 也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但他们就像跟定海神针 不论我离家多远 哪怕是一个月都不打电话 但我心是稳的 觉得自己是个有家的人 也是从那时起 我对陈天海有了改观 默默在心里感激他 不止因为他救了我爸 也因为他对我们家的照顾 以前爸妈身体好 还不明显 现在我才发觉 自己没资格瞧不起他 父母看病 住院 陪床 家里搬的东西 过年过节大扫除 哪一样都缺不了他 也难怪我爸妈 都像亲人一样维护他 有一次和我姐在微信上聊天 她说 你能在外面安心闯 得感谢天海替你 进了这么多年的校 要是以前 我肯定嗤之以鼻 但现在 我深有感触 我说 姐 替我谢谢姐夫 后来 没隔一会儿 陈天海给我发来 一个九块九的红包 我发回一个问号 他回 改口费你得收啊 大概是我姐姐图给他了 他说 我娶你姐这么多年 你第一次叫我姐夫 我这才知道 自己竟然从没叫过他姐夫 我录了语音 说 谢谢你 姐夫 他马上录了一段大笑的语音 发过来 我都能想到他嚣张的样子 忍不住也笑了 2014年 是我人生的低谷 本来我都要结婚了 可是生意遭到了背叛 合伙人卷钱跑了 给我留下一屁股债 我连婚房都卖了 才勉强还上 未婚妻自然和我分了手 给员工发钱三费那天 我心里一片灰暗 忽然就懂得了 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奋斗了这么多年 以为立住了脚跟 结果一个疏忽 就变成了一无所有 从办公室出来 我给上所的大门 拍了张照片 发在朋友圈 配了句 人间不值得 我姐打电话来问咋了 我说 没事 就是瞎感慨 然后我就把那条扇了 当天晚上 凌晨三点多 我家门铃大作 没想到竟然是陈天海 我睡眼惺忪地打开门 他一声怪想 哎呀我的妈呀 你可吓死了我 祖宗 接着就给我姐 打电话报平安 原来他俩 看了那条朋友圈 担心我要自杀 陈天海马上订了 红眼航班的机票 从老家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去哈尔滨登机 因为苏州没机场 他凌晨一点多 从上海下机 又打出租车 一路赶到苏州 我嘴上淡淡地说 至于吗 可我心里是热的 一鼓一鼓地 往眼睛上涌 陈天海张开手臂 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拥抱 说 小子 你比我想的能抗拭啊 忽然之间 我就绷不住了 我要怎么说呢 我都三十多岁了 第一次有肩膀 让我靠一下 我一个大男人 把头靠在 陈天海的宽厚肩膀上 像个小孩似的 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 我没做过小孩 小学的时候 就像个大人去生活 有时想我的前半生 只有一件事 就是赚钱 不玩 不恋爱 不结婚 可能是穷怕了吧 害怕失败 害怕一无所有 害怕退回那种 一分钱掰成八半花的穷日子 我不愿提起童年 因为穷代表的 不止吃不饱 穿不暖 还有数不完的骑士 同学会笑你是民工的儿子 他们在我妈负责的路段 扔一地瓜子皮 让他扫 他们把泡泡糖 放在我妹的头发上 害得我妹剪光了头发 我解发欲早 他们就跟着说 各种下流的话 因为你穷 连老师都不太愿意 管你的事 批评别人 都夹着对你的刺 其实 谁不想做一次小孩啊 在你受委屈和伤害的时候 有人抱着你说 没事 有我呢 只是我到了34岁 才出现这个抱着我的人 陈天海拍着我的背说 没事没事 哭出来就好了 跟我回家痒痒 咱们重头再来 我妹说 天哪 这激情四射的画面 怎么没让我赶上呢 也是2014年 我结束了苏州的一切 回了老家 陈天海说 现在家乡建设的也不错 要不试试回家发展 而我也真的有点累了 我回来 家里人都特别高兴 尤其是爸妈 毕竟年龄大了 更想我在他们身边 我在家休息了半年 重新筹备起了生意 陈天海跟着忙前忙后地跑 他这个人是真细心 用我妹的话说 就是个事嘛 其实 我也是从妹妹嘴里知道的 这些年 我们家所有的事 都有他 妹夫出轨 也是他出面去教训的 第一次陪我爸复诊 看着陈天海 推着他楼上楼下的做检查 各种人情 我心里特别惭愧 说实话 我一直以为 是自己撑起了这个架 可事实上 是陈天海用他的大手 拉扯着家里的 每个人不掉队 许多年后 我再回想起苏州的那一晚 女朋友没了 房子没了 公司没了 保不准天一亮 我就从阳台翻下去 如果 没有他 2017年 我结婚了 老婆大人是陈天海介绍的 此处省略一万字赞美 那一年 陈天海有个北京回来的朋友 来看他 据说 混得很有排面 陈天海拉着我一起去认识 吃饭的时候 这位朋友就喝大了 然后抱着陈天海哭 我发现好多男人 都喜欢抱着陈天海哭 陈天海就哄他 说 没事没事 哭出来就好了 我忍不住翻白眼 竟然和我用的是同一套说辞 朋友说 当年是我对不起你啊 我这才知道 高中那个怀孕的女生 是他女朋友 他是尖子生 陈天海最后仗义出头 替他认了 后来他考上了北京的985 又和那个女生在一起了 而陈天海只能读明白 那天晚上 我和陈天海喝得最熏熏的 不能开车 就走了会儿夜路 我问他 你被冤枉这么久 怎么都不说呢 你好歹把真相告诉我姐啊 他搭着我的肩膀 说 我这个人浑 但有一条底线 说到做到 讲义气 我看着他沾沾自喜的样子 莫名的 就有些感动了 因为有他这样真诚的人 做我一辈子的亲人 是我的荣幸啊 难怪我爸妈 我姐我妹都很喜欢他 说他是这个家的定海神镇 有他在 这个家就不会散 甚至我老婆 我老婆的娘家人 也都对他赞不绝口 有次我和老婆吵架 吵到恨不得离了算了 陈天海喊 我们过去吃饭 像个大家长那样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我和老婆出来时 是手牵着手的 我姐说 陈天海就是个事儿嘛 啰嗦死了 是骄傲的语气 以前我觉得 我在外面拼命打拼 给家人最好的 是家里的主心骨 其实每天陪在家人身边的姐夫 才一直在为家里 大大小小的是费心 这是金钱买不到的 我承认我输给他了 心服口服 我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说真的 能有这样的亲人 估计也花了不少运气吧 不多说了 男人之间的情谊 没那么粘糊 我只是很庆幸 当初没有死命阻止我姐嫁给他 要不然 我家可就少了快饱 我家也不用客气 也不用客气 我没那么粘 Wille